第十四届长春电影节闭幕式隆重举行 在电影节的红毯中却突发意外 当王洛丹刚走完红毯后 准备走入颁奖典礼现场时 一位男本司突然冲上红毯 给王洛丹送上了花束 这个时候王洛丹以为这是本司送的花束 就欣然接受了 但之后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这位男本司竟然担心下跪 拿出钻戒向王洛丹求婚 而王洛丹当时也是吓得惊慌失措 虽然说当时晚会有直播 但是电视画面并没有出现这一幕 反而被网友拍了下来 现场更是引发了一阵糟动 而王洛丹之后一直在耐心劝导 并举公礼貌的回缴了对方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直到后来了一位主持人上前给王洛丹 拉走才见了为 对于这次的突发情况 很多人都在炮轰电影节的安保问题 粉丝冲上红塔竟然没有被制止 一发众多网友热议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喜欢小编的文章欢迎关注 第一时间带来最新娱乐资讯 感谢观看